讓我抽幾個給大家看看好了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Skin Club的環節囉 Skin Club就是我們最好玩的CS2的抽箱平台 裡面有許多CS2的Skin 也有許多不同的玩法 還有很多的箱子 不同的選擇 可以提供了許多儲值的方式 例如說有信用卡 行動支付 Apple 或者是一些加密貨幣等等 來做儲值的方式 然後呢 最後的最後 最主要就是儲值之後呢 用我的代碼 好吧 這樣就會獲得更多的優惠 代碼就會在我們的連結 下方的那個說明欄裡面 那大家記得在儲值的時候 要我們的代碼 取得更多的優惠喔 大家記得按讚訂閱留言 那就可以有機會抽獎獲得一個Skin 那我們就開始囉 一樣啊 先從這個小四塊的小箱子抽啊 畢竟 只是覺得這個是CP值最高的 GO 很久沒有抽到小刀刀啦 希望可以來一個小刀刀或小手套 再來 這個 我們抽獎出去的Skin的價格 大概就是在那 剛 像剛那樣大概六塊左右啦 四塊六塊左右的 盡量會挑在那區間的Skin 那如果以後有辦法再抽更多 比較高單價的話 那我們再來 再來看情況 就例如說我們點驗率比較高啦 等等的 好吧 來個手套 沒得爽 他買AK多少錢 他AK感覺貴貴捏 可惡 再一個 又是M4 其實我會盡量 我會盡量挑一些 五六塊左右的啦 盡量盡量 畢竟我也沒有那麼多Skin 只是盡量抽給大家 來個小手套吧 刀子小手套怎麼樣 為什麼總是 運氣這麼差呢 平常我也做了蠻多膳食的吧 然後Skin Club還有個特色 就是他很常更新這個箱子的準備 在我看大概三個禮拜 就會有新的箱子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 每個 每完一次之後呢 就等格格兩三個禮拜 再來看看有沒有現象 再抽 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我覺得這個四塊的 應該算是 配率最好的了 我自己覺得啦 當然你可以自己斟酌 自己試試看 我都抽四塊的比較多 因為我覺得這個感覺 是比較 划算的箱子 相較之下 小虧錢啦 四塊都是回兩塊 A.U.G. 看來這四塊好像也還好 大家還是 依照自己的感覺去抽吧 哈哈哈哈 感覺我 我 我好像 不懂抽槍 不懂抽槍啊 找一些 比較特別一點好了 新刀欸 試試看 一個十枚啊 這個比較高 三架高了一點 來 可惡 Turbo Peek Turbo Peek 再一個再一個再一個 來 哇一樣的 沒戲啊 我好像真的不懂抽槍 抽箱子好像我不在行啊 還是抽貴一點的 我其實很少抽貴的 因為 我覺得大家應該也比較少抽貴的 那我抽幾個給大家看看好了 試試看 哇 你看你看像這個就比較那個 三十塊他有可能抽到零 零點幾塊的 所以我說剩個四塊的CP值高 就是這樣 虧的最少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為什麼比較少抽貴的 就是 我覺得單價低的 你要回的機率比較高一點 我只能這樣 我大概只能這樣解釋 就是單價低的你要回 可是當然啦 你抽貴的 他就是你抽到大獎的機會 就比較高 因為你看 單價低的就這樣 就這麼多獎 單價高的就五個 五個選一個 再抽一個再抽一個 今天好歹要先回一個吧 喂 今天完全小虧欸 來吧 兩個好屋這隔壁 我們還是來這個battle吧 battle直覺一點 輸就輸 贏就贏 贏 好 我紫色的然後我輸他 哈哈哈哈 瘋狂模式 瘋狂模式呢 就是少的贏 我應該會贏 因為我通常都很少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這樣繼續繼續這樣保持下去 我會贏 嘿嘿 落敵緊張囉 你的單價很高啊 嗚嗚 這樣你就贏 贏到你 贏到你 贏到你們兩個加總的金額吧 有時候 有時候不一定要一直抽箱啊 來這裡小battle一下 氣氛別人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升級環節 我們剛剛抽那麼多爛槍 這個時候就是來這裡啊 小升級一下就好了 今天絕不上頭 畢竟我們已經很久沒 很久沒有好好升級一波了 一樣啊 60% 這可以61 衝 再來 再來 我們要的只是這個金額而已啊 你到時候可以把這個槍再賣掉 你就有繼續可以存這個 你的錢包裡面的錢 這個我們要把我們的錢往上升而已 欸 停 法克啊 OK 那我們今天這個Skin Club 又到了一個結束的時候了 那大家記得參加我們這個小活動 再去跟廠商這個小小的溝通一下 看我們有沒有機會抽出一些比較貴的 大家也記得參加這個小活動 按讚留言 然後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那Skin Club 我們下次見 拜拜